如果我的動作讓他主觀上感到不舒服 我也要在這裡向他道歉 那麼先前 阿文為了黨內的團結 是一再的容忍 疑案的是張憲長一再的在做 輕痛愁快的事情 那麼影響民進黨的團結 阿文經過 慎重的考慮 那麼決定採集下列三項做法 也希望過去的紛紛擾擾 能夠到處解釋 第一 就是針對張惡官現場 連入來主控本人 設置司法 關說 縣府工程以及人事 除了加以地前史 要啟動調查以外 我自動 自請移送民進黨 廉政委員會來調查以遭公信 第二就是針對張惡官演師引用 這個 法事實報主控本人有妨礙書法公正部分 我將為請律師引用 對相關人等提出法律行動 第三 前代會 正式通過2018地方選舉的提名特別條例以後 那本人的接上金任務也已經完成了 完成了 那麼我要在這裡正式宣布 我將持氣民進黨中央 選舉對策委員會的召集人 那麼在這一段時間 對關心嘉義縣的鄉親 造成大家的不安 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阿倫承諾 為全力來守護嘉義 會為嘉義團結來努力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好 那現在我們接下來就是看看各位有什麼意見 我想 這個 在這裡 跟各位做說明 好 那如果沒有 這個 因為張憲長時 你之前有跟他講說 這個會讓你死的男生 到底沒有說過 那一件狀況 不知道我們講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勾給他 好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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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勾著他 到 大事爺的舞台 大概距離不到200公尺 也就是說 我勾置他的手 大概 我勾置他的肩大概是 二三十秒鐘 講話也不夠 兩三計畫 不過我要跟各位報告 講話的內容 他知道 我知道 還有 還有 就是 民雄大事爺 心明知道 他 可以抹黑我 但是 他不能欺騙神明 心明都在聽 都在看 要自己摸著良心 我如果有講這些話 我相信 我會遭到 大事爺的 譴責 我想這一點 我要很清楚的跟社會大眾 報告 你昨天是說 你是要跟他講 跟他講 跟他報道 會讓我死 你是不要讓我死 還是你真的跟他講說 會讓你死 我絕對沒有講 彰化罐講的這些話 我相信 我相信 董事 台水爺 非法性限的一句 說話 要平衡心 我不是 要向社會大眾 做報告 我也要 對 心靈 要有交代 所以 心靈 有在聽 有在看 我相信 不要抹黑我 你沒有辦法欺騙神明的